四名囚犯被锁链靠在一起 他们被囚车从惩戒所拉到法庭 今天是接受审判的日子 但是治安法警刚刚把他们带上楼层 一名法警打扮的墨西哥人 突然掏枪打死了治安法警 原来他是囚犯大胡子的表弟 冒充法警前来救人 但是现在没有钥匙 大胡子无法打开手套 只能逼迫其他三名犯人跟随自己一起逃走 于是在一片混乱之中 大胡子和表弟不断开枪 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毫无防备的 最后跳窗而逃 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准时抵达 几名犯人和冒充法警的表弟 成功逃离了这里 很快特警队就收到了消息 逃跑的犯人里面 大胡子犯下的罪行非常严重 其他的三位应该是被迫越狱 于是第五零小组和第二零小组分头行动 去抓捕包括表弟在内的五名罪犯 大胡子和表弟躲在山里的小屋 表弟已经找好了舌头 可以随时返回墨西哥 但是大胡子却不愿意走 他还有仇未报 第二零小队监视了一名逃犯的好友小红红 但是逃犯一直没有出现 于是红都决定将小红红抓回去审问一下 红都让他给逃犯打电话 但是电话刚刚接通 小红红就让朋友赶紧逃走不要过来 警方已经找到了这里 随后扔掉了手机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这让特警们很无奈 第五零小组已经抓回一名逃犯 两只暗暗较劲的小红 红都领导的第二零已经落了下风 这个女人是大胡子的邻居 就是他出庭作证 将大胡子送进了监狱 特警们知道女人极有可能遭到大胡子的暴露 准备留下吉姆和女特警克里斯 保护着这一家人 正在这时 小队收到献报 逃犯之一出现在自家仓库 红都马上带人赶过去 这个被迫逃走的犯人 其实也没犯多大罪 只是个人比较喜欢饲养一些非法生物 担心入狱小动物们吃不好 准备回来喂一顿食再去自首 这把特警队员都吓了一条 通过对小红红的审论 威逼利又兵不厌诈的套路之下 小红红交代了朋友的可能藏身地底 很快将逃犯抓捕回 现在逃走的四名犯人加上表弟 只剩下大胡子和表弟还没有抓到 特警的装备应该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武装特警直升机 重金属杆防暴特警车 处处充满了让人血脉喷张的荷尔蒙元素 吉姆和克里斯还在女证人家里保护 大胡子一直没出现 这让他们觉得很无聊 这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引起了宏都的注意 从聊天中得志 大胡子被捕前 曾经不断骚扰年轻人的表妹 这让他非常痛恨大胡子 知道他越狱了 看见特警一直在保护女证人 以为大胡子会出现 准备找大胡子教训一下 这让宏都顿时警觉起来 准备去他表妹家看看 果然大胡子已经出现在表妹家里 他将表妹父亲绑了起来 准备强行带走年轻人的表妹 这时宏都出现在家门口 这让大胡子非常气愤 以为父女两人偷偷抱了紧 等到宏都冲进来的时候 大胡子已经带着表妹开车离开 由于表妹父亲受了刀伤 宏都只好先救人没能及时追鬼 指挥中心终于查到 大胡子在大山里有一套小灭人 第五灵小队马上准备去抓捕大胡子 大胡子的表弟却来到了女证人的家里 准备将证人一家看起来 还好吉姆和克里斯在这里保护 一阵搏斗声过后 吉姆打开了房门 特警们来到了大胡子的小木屋 但是这里背靠大山 只有正面可以攻入 大胡子占据了有利位置 又有女孩做人质 开始对特警疯狂扫射 由于不知道人质的位置 特警们不敢开枪怕误伤了人质 只有被挨打的份子 这边抓住了大胡子的表弟 得知已经困住了大胡子 宏都马上表示自己随后就到 这边大胡子有人质在手 又不担心腹背受敌 可以肆无忌惮地扫射 特警不敢开枪 没有合适狙击角度 只能在特警车的掩护下 缓慢向前推进 正在大家无奈之际 宏都乘坐特警武装直升机打到 特警扔进了一枚烟雾弹 果然呛的大胡子争不开眼 只能劫持人质来到窗口喘气 宏都瞅准时机 一枪击毙了大胡子 特警们破门而入 救出了人质 顺利完成了任务